動物有關的豬仔 你想想牠開心會做甚麼 除了睡覺 除了吃東西之外 想不到 豬仔一開心 牠就會在泥地滾來滾去 變成一隻骯髒著 好像幫牠做洗手間 牠會覺得很舒服 所以原來我們可以這樣說 看到跟動物有關的HAPPY 第一個來了 As happy as a pig in mud 什麼呢?就是泥土 是泥 這是甚麼呢? 這是一個比喻 把你比喻做好像一隻豬仔在滾動 在滾地沙 譬如Debbie考了車牌 Yeah! I finally passed my driving test I'm as happy as a pig in mud Debbie考車的時候 就是這個 OK 合格了 所以Debbie就很開心 好 來 狗仔開心會做甚麼? 廢? 好像不是 廢 好像廢一些陌生人 撲上主人 是 除了撲上主人之外 牠會做些甚麼 見到你的時候 Exactly 有旁邊的工作人員搭上 牠會蝕尾 對 對 所以這句很有趣 我們就會說 Like a dog with two tails 好像隻狗有兩條眉 冷靜 狗仔沒有兩條眉 只不過牠會蝕的時候 對 你就見到牠好像有兩條眉 OK 所以這裡又給我一個例子 Debbie除了 Shake his tail 對 OK 我們就會說 我考了一個 Driving Test 買了一輛車 開心 I've just got a new car and I feel like a dog with two tails 行不行 所以這些呢 我教的就是 很想告訴你 原來只是Happy 我平時就這樣學完Happy就算了 原來可以有這麼多東西學的 我覺得在這段期間 真的可以學英文的時候 學闊一點 不是死記難背一些很厲害的英文字 去搭舊的 有時候可以用一些 idioms 去作文的時候 或者用一些比喻 對 都會令到你的文章很漂亮 好 這個比喻做狗狗 OK 好 第三個 喂 什麼來的 Tabby 這個就是 有人看到這個 蜆 蜆? 剛才豬仔會滷地 狗仔會蝕尾 背殼這個蜆可以做什麼 是不是好像開合開合 不是不是 OK 有同學叫這個 shel s-h-e-l-l 這個其實是 鶴 什麼叫鶴呢 譬如你們有沒有吃過生蠔 龍蝦 或者一些堅果類 知道什麼叫堅果類嗎 合桃那些 你不會整個放進口 它外面有一個硬的鶴 所以我現在叫這個 我們不是叫做shel 我們叫做clam C-l-a-m 為什麼會和開心有關呢 好了 又要有個典故 今天 除了教了很多字之後 還有一些故事 因為我真的很想加深你們的印象 我不是想你們學完就算了 OK 這個 as happy as a clam 開心得好像一隻蜆一樣 其實後面 我寫下 還有三個字 是沒有寫出來的 是散略了的 那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爹地媽媽帶過你們去摸蜆 是啊 我這些 我有試過 我有去摸過蜆的 摸蜆的時候 其實什麼時間去最好呢 可能會深一點點 我家裡講這個 叫做潮退的時候 潮退的時候 就是沙灘沒有那麼多水的時候 你會見到那些蜆直接在沙上面 你就撿它上來就搞定了 對不對 所以潮退對於這些蜆來講 是一個很危險的時間來的 它會被人撿起來了 那反過來 high tide這個字 就是解作潮漲 潮漲就漲滿了水 那蜆我們就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它們就可以很開心 自己在水裡面混合吃 行不行 OK 那所以後面 其實紅色筆這三個 我們多數就不用出來 散略了 OK 那你會見到 平時教 就是 as happy as a clam 就這樣就完了 不過你們知道 有這三個字 又是有個故事在裡面 行不行 OK 好 所以我給了一個例子 例如昨天 我去了 曬太陽 在沙灘裡 哇 整個沙灘沒有人 只有我一個 我霸了沙灘 我很開心 昨天 我花了一整天 只躲在沙灘裡 做什麼 什麼都沒有做 只躺在那裡 OK I was as happy as a clam 就是這樣 哇 這個是什麼動物來的 好色彩 你會見到 這個就是 Bunny套 對不對 復活套 對 Rabbit 我們不叫Rabbit 我們比較可愛 叫做Bunny OK 原來 我們Happy Bunny 其實叫做快樂的圖 快樂的圖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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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他是說 一個快樂的人 行不行 譬如我就說 I'm a happy bunny because the boss is giving me a pay rise Yeah 我老闆加我薪工 我很開心 OK 如果我反過來 譬如我就說 在前面加一個not字 有這個字 你們應該知道 A happy bunny 就是開心 如果not 加一個not在前面 代表你不開心 生氣 或者不滿 對 譬如你就說 Michael做甚麼事 他爛奮豬 遲了起床 搞到他就 錯過了一班的航班 飛不到去日本 這樣 那你就可以說 Michael is not a happy bunny Michael他不開心 為甚麼 Because he has just missed his flight 對不對 因為他剛剛錯過了他的那班機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又是一句兩答 你學了happy bunny 再學了not a happy bunny 原來是這樣的